谢谢主席 各位委员 部长署长 麻烦是不是请部长 好谢谢 署长一起来好了 谢谢 部长 委员好 我每一年看到一个风灾的时候 那后来看重建的时候 我一直有个心情 就是我们原住民的委员 都会觉得他们的山区的部落 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 或者特别的关注 我觉得这是长期以来的一个心情 但是以莫拉克风灾为例的话 我真的还是很好奇 比如说像署长在这个地方 我们正在做的时候 我相信都是公平的 积极的有效的 可是针对原住民地区的时候 为什么做的时候 不先去跟原住民的委员 先做个沟通 比如像刚刚高清委员所谈到 像他那种例子来讲 我常常讲说 如果你事前他们你们尽力做的时候 或者是说在我们内政部 在我们营业署的心目当中 我做我都不分你原住民 不分你平地山区 反正我都全部都一视同仁 我一下搞不清楚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苏长 委员我跟你报告一下 当然原住民的文化 跟我们汉人的文化 是非常的不一样 对是不一样 尤其他们的决策系统 还有跟我们汉人 也是非常不一样 那他们的长老 然后他们每一个人的需求 跟我们平地也很不一样 所以在这个沟通的过程是需要时间 那是需要一而再 再而三的跟我们部落的朋友在一起沟通 所以必须要花时间 这第一个 那第二个 在整个救灾的过程 我们原来是必须要化为特定区 那后来因为尊重原住民 对于化定特定区 是有一些疑问 所以只要特定区不化特定区 但是把它叫做这个居住安全堪雨的地区 如果是安全堪雨的地区 它不是特定区 也是可以比照莫拉克台风特别预算 来做相关的设施 那这个是都是在互相学习的过程 那慢慢慢慢 我相信也可以符合我们原住民朋友的要求 那这个沟通的过程当然身为营建署或者是政府机关 那在这个沟通过程也是学习很多 那未来如果有类似的情形 那我们一定还是以遵照或者是尊重原住民的传统文化 跟生活的习惯来作为我们主要的考量 对 所长谢谢 本期是希望就是说 不要每一年类似都有这个灾害的时候 永远原住民部落的心情 抱怨想法跟事后他们的感受都是一样 我发现这些年来几乎都是没有改变都是这个样子 我希望每一次的风灾 我们政府的处理都有进步 我们处理的时候跟原住民部落的沟通 不管跟原住民委员或当地县市政府的沟通 应该做很精密的沟通 那我另外请教 部长不晓得书长您知道 就是那个池季 他们盖好的房子 盖好的那个完成的房屋盖了多少 您知道吗 现在在越美农场有601户 是已经完工的 那请问那个红十字会的呢 红十字会还没有已经完工的 对 有破土动工的 对 那我们政府的呢 政府不负责永久屋 政府不负责 所以政府现在负责零食屋吗 对 是不是 组合屋是政府负责的 当然民间也有负责 但是永久屋的部分 因为当时在灾后很快地做了一个协调 就是由我们几个很热心的大慈善团体 他们来负责 那请问 对 对 我问这个问题 我的问题是说 既然永久屋政府不负责 那政府要不要监督 要不要政委员报道 对 这是个很复杂的分工 政府原本上负责基地的整件 还有连外设施等等 还有像什么 这个污水处理 处理池等等这些 那但是呢 这个污本身呢 是由我们慈善团体来兴建的 那请问署长 这个部分我们政府的配合或配套措施 是不是全部都 都已经全部做完了 现在只剩下民间团体 它本身的进度 因为有人告诉我说 不应该红十字会的进度 比慈禁慢这么多 所以我基本上 无疑去批评这两个团体的难一个 但是我觉得很奇怪 同时起步 同时捐款 同时进驻 同时关切 那是不是我们政府的配合措施没有做好 才造成他们一漫一漫 跟委员报告 当然 慈继工德会这一部分 在越美农场 它进度是快一点 是快一点 那快一点 它最主要的原因啊 就是要进驻到 越美农场的这一个受灾户 它比较早确定 所以现在它完成601户 那现在我们在另外一个地方 比如说无理浦 这个是就由红十字会 红十字会的 那也一定会在90户 这个在一定在今年的7月底会完成 一定可以完成吗 一定会完成 那另外还有一个市展会 市展会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马家农场 那这个马家农场总共有311户 这个完全是原住民朋友 这个也一定会在今年7月31号以前会完成 那换句话说 在今年的7月31号 不管是慈继工德会 那或者是红十字会 市展会 都会有相当数量完成 让我们的朋友进驻 都会有 那马家农场这一部分 我们亲全力 现在政府在做的 第一个是土地的申收 土地地幕的改变 新办事业计划 然后这个建筑制造 规划等等 这个都是政府在做 那土地的申收也是政府在出钱 只有房子这本身的盖起来 呃是由我们所谓的慈善团体 那因为这样做有一个好处 就这个房子盖起来以后 那就由慈善团体直接给受灾户 就是五场 没有错是五场 而现在情况大概是这样 部长本席问这个问题 是因为我发现 这可能是未来我们政府 可以跟民间合作的一个模式 是没错 因为我曾经听 红海企业的领导者亲口 我当场在亲口他讲 他说他很愿意在政府协助情况之下 他们出钱来帮 这些可能灾后重建 或者是危险地区的原住民 找一个地方帮他们盖房子给他们 完全由红海来提供 所以如果民间企业 都类似这样的一个善意 或者宗教团员都有的话 我本席是认为 政府应该赶快把这个模式 能够把它稳定下来 然后这个模式 目前有没有什么法令 不足的地方 或者是有些效率还不够的地方 因为我现在很担心 因为已经有人跟我讲 他说红十字会的进度在落后 那如果说民间这些东西在落后的话 被我们政府好像束手无策 可是跟我们无关 可是最后受害的还是在那边等待的民众 是不是这个样子 像委员报告 刚刚委员所讲 这确实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模式 那我们将来很可能 所有的灾后重建 如果是比较大型的灾害 涉及到永久屋的话 可能就是寻这个模式 所以我们从中正在学习很多的经验 那第二就是 有些地方会比较慢一点 绝对不是说 是这个慈善团结比较慢等等 他因为他牵涉到的因素 非常的复杂 譬如说这个灾户灾民有多少户要进驻 这一点要先确认 否则我们连要盖几栋房子都不知道 可是确定这一件事情 又涉及到地方政府跟灾民的直接接触 我们要由地方政府核准了以后 中央政府才能够告诉慈善团体说 您可以盖多少户 所以这是一个蛮复杂的过程 那当然我们完全同意委员刚刚所讲 就是我们希望这会变成一个模式 然后我们会排除法令上面的障碍 让它成为一个有法令依据 有标准作业程序的一种合作方式 好谢谢 署长您先请回 我想请消防组叶署长 我们这次莫拉克风灾的受灾的县市 有哪些县市已经完成灾害浅室地区的 救灾疏散避难的讲习演练 以及避难的收容所的救灾据点的统计 还有哪些县市没有完成 我想在这个地方请一下叶署长 我们你手上有没有详细的资料 因为马上讯息又到了 现在已经马上又四月份了 马上五月六月七月八月就台湾几个来 所以我们现在很好奇的就是说 你到底对这些部分 你消防署目前有哪几个县市 基本上的整备是OK的 那哪几个县市它整个在讲习演练 避难场所的设计各方面还没有报上来 或者你们消防署的做法是怎么样 叶署长 我目前就是说已经完成有十一个县市 十一个 那就是说有一半以上的县市 但是都还没有完成哦 不是我们现在是针对这个十一个县市 我们是总共有四年我们都有规划这样子 譬如说像九十九年我们规划四四厂 那目前正在进行 就是有关它的这种疏散避难撤离相关的演练 目前正在进行 那这个疏散演练是我们消防署 我来向委员报告 刚刚所讲十一个县市其实就是受灾县市 就受灾县市 东南部所以都已经在 今年一月以前就已经有演习过一遍 但是今年以来呢 我们现在正在做全国二十五县市的再演习一次 那这个呢就包含所有的县市连外岛也都加在这里面 那这一次演习的重点就是有包括这个风灾水灾土石流疏散撤离国金资源等等 那其他的项目反而不是必要项目 像地震啊或者化学药品 那个就看各县市要不要演练 但这个月四月份会是我们针对刚刚这几种灾害全国县市的 全国会共同演练一次吗 对共同演练 那刚刚委员所关心那个疏散避难的那个地点是不是已经整理出来 有我有问过消防署 基本上都已经确认了 好 本期希望这个部分啊 我们消防署能够把它做个全国性的一个统合啦 尤其是十一个县市是灾害容易发生的地方 其他的县市可能反而他不太容易注意到 所以这个部分整个台湾我认为进入到一个不确定的一个灾害时代来临 我觉得这个部分我们应该要来共同处理 是没错 谢谢委员直交 谢谢 谢谢